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5月31日点 记者李金磊在全国平均工资数据出炉后 各个省份证陆续发布2022年平均工资数据 平均工资数据包含了19个行业门类的平均工资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哪些行业的前景更好 来看看哪些行业平均工资更高 看水平IT业平均工资补领风骚 据中新财经记者不完全统计 截至5月30日 浙江 吉林 黑龙江 四川 重庆 云南 广西等省区市 公布了2022年平均工资数据 从全国数据来看 无论是在城镇非私营单位还是在私营单位中 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水平最高的均为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城镇非私营单位中 IT业年平均工资达到22万418元 城镇私营单位中 IT业年平均工资达到12万3894元 在一些省份 IT业平均工资同样高居榜首 以浙江为例 浙江省非私营单位中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年平均工资突破28万元 达到了28万7088元 远超其他行业 在比如重庆 城镇非私营单位19个行业门类中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平均工资最高 超过16万元 达到166,375元 是全市平均水平的1.55倍 为什么IT业平均工资傲视群雄 近年来 随着数字经济和信息化发展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工资水平与增速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受人们对互联网学习 工作 社交和网络购物需求量较大等因素影响 2022年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两类单位平均工资 分别增长9.4%和8.1% 看增速 金融业平均工资涨幅最高 从全国数据来看 不管是城镇非私营单位 还是私营单位 金融业平均工资水平 仅次于IT业排在第二位 而从平均工资增速来看 金融业平均工资涨幅最高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城镇非私营单位和城镇私营单位中 金融业平均工资增速均为15.6% 从地方来看 一些省份的金融业平均工资增速高居第一 以广西为例 城镇非私营单位中 金融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增长16.6%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 是非私营和私营两种类型单位中 唯一实现两位数增长的行业 广西统计局分析 增长较快的原因 主要受行业结构调整 减原增效影响 2022年金融行业中 保险贷半员群体大量减少 行业低收入群体比例明显下降 金融行业平均工资水平变化较大 在部分省份 金融业平均工资水平占据第一 以云南为例 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 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金融业 达到145501元 采矿业平均工资增长 进入快车道 金融业平均工资增长 主要是行业结构调整 减原增效的影响 而从时打实的工资增长来看 采矿业平均工资的涨幅引人注目 从全国数据来看 受国际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 2022年 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中 采矿业就业人员 平均工资分别增长12.0%和9.3% 均仅次于金融业 位居第二 从地方来看 一些省份采矿业的平均工资增速狂飙 以吉林为例 城镇非私营单位中 年平均工资增速最高的行业 为采矿业增长16.5% 四川采矿业年平均工资 为121836元 增长11.0% 云南城镇非私营单位中 采矿业年平均工资增速 为9.2% 位居第二 你看好哪个行业 位居第二 位居第二